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工作的单位肯定会让很多动物爱好者羡慕 那就是中国开放最早 动物种类最多的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 我微博名叫二宝杨毅 本名就叫杨毅 其实我是动物园的一名管理员 也已经工作了20年了 因为我是一个老北京的孩子 石大海边长起来的 一般人都管我们叫胡同串子 就是胡同长起来的小朋友 天天在胡同里传来传去 小伙伴也都是这个胡同里各个院子里的小孩 所以其实给我最早的印象的小动物 其实还不是自己家养的那些宠物 而是在我小时候在整个老北京城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时候 那时候那时候夏天的蜻蜓 夏天的寄鸟就是蝉 包括冬天的黄鼠狼 包括这个草丛里的刺猬 包括石大海 这个整个这个后海 西海 整个这个河里边的这些原生的鱼类 原生的虾类 其实给我印象最多的是这些 包括小时候家长又带着去动物园玩 人家小朋友都是一个月去一次 我都是每周一次 同龄人里面就是大家在玩人天堂那个红白鸡的时候 我看的是动物世界 大家在看这个日本漫画的时候 我看的是动物图鉴 你可能还记得小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篇叫韩豪鸟的课文 讲韩豪鸟如何得过且过 杨毅当时看到这篇课文 他没有去想这篇课文 传递了什么中心思想 他好奇的是 韩豪鸟到底是一种什么鸟 就这韩豪鸟叫无鼠 那儿小时候没得看看 翻这个词典 课文这韩豪鸟都是长什么样啊 一查 哦 不是鸟 原来是一种这个松鼠科的动物 镍齿类 叫无鼠 就是能滑翔的 后来上课 老师说这韩豪鸟 我就说 我说这个 要不那时候小时候就找老师讨厌 老师这个韩豪鸟不是鸟 韩豪鸟是一种像松鼠一样的 叫雾鼠的动物 老师说咱这个又不是自然课 咱这语文课 那学习不好吗 觉得文化课特别没劲 然后就开始撒谎 逃学 那时候也没有呼机 也没有手机 家里也没有电话 老师经常会给家长的单位去打电话 说你们家孩子今天又逃学了 老师可能会比较担心 家里边从来不担心 一到动物园肯定一抓一准 包括到初中的时候 我说句实话学习不好 所以在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 一直在考虑以后干什么 然后后来有这么一学校 叫云林学校 云林学校有这么一专业 但是这专业不是年年招生 它是给动物园带陪的 叫野生动物饲养管理 后来就报了这么一个了 当时家里人就说 你报也就报了 就没想到这学校能收我 因为现在很多人也都有这种想法 说你年纪轻轻的 你应该去想法怎么挣钱 怎么去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而不是说刚不如社会就去给打牲口 打动物去搓屎 倒尿 包括现在很多人还看不起动物园的管理员 就觉得那个伺候人都没事 你伺候一动物 这跟农村养猪养鸡养大牲口没什么区别 但是最后这学校就给我收了 学校干一年 然后两年在单位实习 虽然是刚参加工作 刚开始实习 但是觉得这跟游客就不一样了 最大的想法 最大的欣慰的就是 我终于可以不花钱逛动物园了 第一天实习的场景就是就像幼稚园 不能说幼稚园吧 就像我们是一堆大白菜 然后就等着雇主和买主来挑我们这些大白菜 真的 真是那样 就是来了一帮老人 然后开始挑 这小猴子不错 跟我走吧 一般的你像动物园基本都是力气活 我长得这么孱弱 是吧 一般人都喜欢那种五大三粗的 因为五大三粗你能抡着洞铁锹 抡着洞扫 能倒垃圾 抬着洋草 我这个瘦子跟豆芽菜似的 手无伏击之力 谁愿意养 谁也不愿意养 最后给搓了一地儿 养猴去了 给你弄俩猴 天天你就养吧 这个老师傅就说你不要看他 不要跟他对视 你对视就是一个挑衅 那你慢慢来接触他 你要给动物留出空间来 你不要给他逼得一个死角 因为他自己是害怕的 因为很多时候动物攻击人类 其实都是他自己万不得已了 你知道孙悟空 上天宫的时候 逗逗这个 弄的那个 我就是天宫那些神 那猴他就是大圣 虽然他在笼子里各种的折腾你 一会扑你一下 一会给你一巴掌 反正就觉得挺开心的 先开始他袭击我 欺负我 到最后慢慢我们是一个平等的 到最后发现我能接触他们 甚至还能摸摸他们 然后有时候给他梳理一下毛啊 拽个毛啊什么 他能躺到那 动物不会说像人似的那种 从背地里边给你屎半 给你挖坑 他什么都是特别直接 我要咬你 我就扑上去就咬 我要喜欢你了 我直接就直接扎你怀里 然后躺到那让你给我梳理毛发 就是很直接 所以这个就是我干这么多年以后 我不太喜欢干其他工作的一个想法 就是因为动物会永远跟你特别直接 后来我就发现了 我觉得这个养动物啊 其实是什么 你不要说你是一个管理员 你在动物面前你就要高高在上 你也不能说比动物低 你让他天天欺负你 我就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就你这样的话 你摆正一个平等的关系的一个心态 这样的话 动物才能给你展现最好的一面 展现一个最自然的行为 06年当时有一对穿金丝猴 然后有一回呢 这母的生了一个小宅 后来流产了 第二年母的又怀孕了 后来这母的生了一个小宅 特别好 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小宅生完了以后 它旗带特别长 就是母的把这旗带扯断了以后 但是旗带在小宅的肚子上流的特别长 因为他抱着小宅老在这个树叉和漆架上来回活动 就怕这旗带刮到哪以后 给这个小宅这肚子整个撕坏了 然后后来手艺就说说 看能不能把这旗带给它搅了 然后呢 因为一直在接触他们嘛 我也体会不到说到底我对于这些金丝猴来说 我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什么地位 然后后来我就说 我说我试试看看我自己进去能不能把这个旗带给它搅了做截扎处理 消毒好了以后 我自己拿点吃的就进去了 瞧这母猴子 正好她抱着这小宅呢 摸着它就给它吃的 它在这吃 我就直接去 你就跟它聊天 其实我也不知道 它听不懂 听不懂 就其实是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就觉得我跟他说 我说我一会儿给你孩子作为处理 你别碰我 我也不碰你 你踏而吃 我也不伤害你们家孩子 当时他做了一个动作 我站到龙舍里边 我自己眼泪就下来了 就是我刚跟他说完的时候 他把他孩子这个手直接放到了我手上 这个是所有野生动物不可能出现的一个事情 尤其像灵长来都比较少 因为母性都非常强 野生动物他可以为自己孩子做任何事情 就甚至说去打斗 甚至说自己被打死 他也要保护自己孩子 哪怕说生一死胎 他都拎着这尸体 你根本拿不出来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就是那俩字 就叫信任 所以当时这个事特别感动我 最后这个期待处理 特别顺利就完成了 后来就是挺不幸的 就是我就从那个组就调走了 然后那个小宅现在挺好了 小宅长大了以后先到了成都 然后从成都又转去的香港海洋公园 现在香港海洋公园那只供的 是我当时接生的这只 就是较期待的这只 小宅他爸爸现在在贵州藩镜山 但是他妈妈挺不幸的 就是在我走的第二年吧 然后就因为游客投尾 吃坏东西就死了 当时这个事情给我触动特别大 甚至有一些专职的这些随意投尾的游客 他是带了一堆的吃的 每一种吃的喂不同的动物 为什么说在动物馆里边 动物的饲料都是有严格科学把控的 你喜欢吃肉 我顿顿让你吃肉 可能吗 你一点素菜不吃啊 对不对 说这动物就喜欢吃胡萝卜 连甘草都不吃了 他本身他应该是吃甘草动物 这一天20斤胡萝卜给他 他吃吗 他是吃 最后他胃受不了 他的消化系统 不允许他吃那么多的胡萝卜 我这么多年 我给这些投尾的游客归纳了一下 首先投尾的人 在北京动物园投尾的人 80%是北京本地的 就是纯北京人 这其中带孩子的占70% 其实都是为了孩子 然后那30%里边 有搞对象呢 就是俩人谈恋爱 没事 小两口没事上动物园逛去 小姑娘喜欢那个 小伙子扛一堆吃的 小姑娘在那C 在那喂 小伙子不能说什么 得让自己那一半开心啊 对不对 剩下还有一个老年人 很多老年人都是自己子女不在身边 就是孤独的老人 这其实真是应该是社会重视起来 这批人 他每天他没事啊 他背着一堆的吃的 你像这个在水秦那边有一些 有一些老头 就是拿回头肠的 甚至拿这个生肉的 拿点心的 他能摆的好多地方 喂乌鸦啊 喂天鹅啊 喂海鸥啊 而他还跟你讲 这个就跟我好 我一叫他就下来 你其实你跟他讲道理 你说大爷啊 这个东西不适合他 然后他不理你 甚至说你跟他说多了 他会骂街 他会骂人 就是你喂的都不是我喂的好 你看这动物 我一叫他都过来 其实你仔细一看这帮人啊 就是每天甚至说跟动物聊天 就是他可能在家庭环境来说 他有一些这个孤独感 他上动物玩了 找平衡来了 其实每年这么说 我在旺季的时候 在这个寒暑假 包括这个整个夏天的时候 动物这个肠胃病发病率 是非常高的 你像现在都风玻璃了 对吧 风玻璃干嘛 这游客又想一招 往那通风口里边塞挂面 中国人啊 把这点智商啊 全都用在这了 因为挂面它是硬的 它是细的 它是长的 它能从任何缝隙里边塞进去 他不考虑这挂面 生挂面 这动物吃了以后 会有什么反应 首先我能过了瘾 我能喂着它 照顾动物这个工作 还是有些危险的 狮子老虎这种猛兽 就不必说了 杨毅有一次 被大象打伤了 我再给它喂吃的 当放完了以后 大象第一件回身的第一件事 就是用鼻子直接抽到了我的肩板上 然后直接给我打飞了 这时候就造成了锁骨骨裂 它是一头六岁左右的小公象 它的体重已经半吨左右了 它打你一个一百来斤的人 那还不跟玩似的 直接你就一鼻子 你就飞出去了 当然因为隔着栏杆 还比较有庆幸 大象这动物本身不伤人 但是这头象原来是表演象 因为这时候就得多说一句 动物表演的问题 因为我个人特别抵触这个 首先动物表演 它是完全的违背动物意志的 首先大象在训练的时候 必须要从小 因为母象在生完小宝宝以后 小宝宝要跟妈妈生活六到七年 以后小宝宝还不能脱离群体 然后妈妈才能怀孕 他的弟弟和妹妹 然后母象一怀孕就是22个月 在这个过程中 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中 然后小象必须要经过 自己族群的所有的这些生活和帮助 那么在所有的训像的表演象里面 这些小象基本不到一岁 甚至一岁左右就强制的脱离开母亲 然后接受一些 就是所谓虐待性质的训练 我们比如说用这个锁链 把四条腿全都给绑起来 然后用这个象钩来打它 先给它打伏 然后甚至说是 拿这个倒链给它倒起来 让它做一些倒立训练 因为大象的智商太高了 大象职方相当于这个90岁的小朋友 9岁到10岁的小朋友 因为小孩在9岁10岁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四年级五年级了 甚至 所以他自己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了 所以大象在这种情况下 他如果说你这么疯狂的虐待 大象会有一种这个 就是神经质的这么一个 对它的意识上是一个摧残 所以说被什么大象挤仇啊 就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很多的时候 我们很多动物园所思想展出的象 很多都是原来都是表演象 大象就受过很多的刺激和虐待 所以他不信任人 这种情况下 你回头去想 是他的错吗 其实不是他的错 很多的时候 很多的大象在动物园里面 有了伤人的经历以后 他会以后就会出现更多的伤人的经历事情 那么这头大象后来还曾经伤害过其他的思想员 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果做一个正常给动物 做一个正常的心理疏导 那么就是让他展示一些自然行为 都给他创造一些展示自然行为的条件 我们比如说做一些这个丰绒的设施 给他在室外堆一些大土堆沙子堆 让他自己去玩 给他挖一个大泥坑 让他可以做泥浴 然后给他修建游泳池 让他可以泡泡澡 然后给他一些木桩子啊 这些可以蹭痒痒 可以跟他有互动的一些玩具 甚至说是可以隔着运动场 隔着一道栅栏 可以旁边有一些其他的大象的群体 甚至个体 可以跟他有一些交流和互动 这样的话呢 把他的身心完全给他转变过来 那么加上思想员辛辛苦苦 每天在照顾他 也没有鞭打他 然后有一些正强化的正能量的 一些正经的医疗的行为训练 这样的话呢 他能够慢慢的 虽然他对人还是有抵触的心理 但是这样的话呢 永远让他感觉 所有现在他身边的人是不会伤害他的 当然这头像现在非常好 这头像现在在太原动物园 他的这个训练师 动物行为训练师 跟我观也不错 经常会说一说他的事情 说到那边说 说他是现在太原动物园 最聪明的一头像 因为现在没有虐待了 像动物园这种单位 不是说我进去 我想养熊猫 就给你分熊猫 那不行 那来十个人 九个养熊猫的 那熊猫完 那就搁不下 别地都没人去了 对不对 其实没有你自己选择的余地 然后给你分哪试哪 然后有些同事呢 他一辈子就养了一种动物 有一些人呢 三两头换 这个其实有几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岗位 他能够比较踏实实的盖下去 而且干出点成绩来了 一般领导也不会轻易换的 你像有一些场馆 是不轻易换饲养员的 比如说猩猩馆 大象馆 犀牛和马 包括熊猫 因为这些动物 它都认人 你包括一些大兴领长 包括金属猫这些 所以换一个饲养员 这些动物又得重新熟悉 会出很多的事情 所以这些场馆 一般不轻易换饲养员 那么像一些其他的 我们比如说这个两耙呀 包括其他鸟类呀这些 那可能流动性比较大一些 那么后来还养过熊猫 养过长领鹿 养过猩猩 然后包括养金丝猴 后来的小型步入中区 那就养的多了 包括宁猫啊 舍利啊 云豹啊 09年的时候呢 宁猫呢 是当时国内还比较少 因为是一种非洲的中型猫科动物 脸比较圆 然后毛比较短 尾巴是属于比较短的 有点像那个断过尾的猫 然后体型呢 比金毛稍小一点 然后短毛的 耳朵上有非常长的两刀簇 现在很多的宁猫 被当作宠物来思想 其实在咱们国内来说 其实是违法的 因为在这个中国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上 这个宁猫不在于这个宠物的范围之内 那猫科动物呢 这个动物来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从国外来的嘛 然后来的时候来了一批 一批 但是最后这个饲养难关一直没过 因为谁也没养过 你的大环境如果给它设置 那么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主要是繁殖的问题 因为你成活好办 那么繁殖是一关 母的猫科动物啊 就是石油动物 打青石油动物 它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只要生了小宝宝以后 如果说有外界刺激 那么它可能第一个问题是 把孩子遗弃 它不管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把孩子咬死吃掉 我自己养不了了 我也不能让你们任何人去接触我的孩子 因为很多的动物园 他们在养石油动物 永远都是牛羊肉 牛羊肉 牛肉 因为看狮子老虎吃什么 你只要石油动物都能吃牛肉 但是宁猫它不是吃牛肉的东西 因为它在野外 主要是以非洲蜶菇 然后珍珠鸡 这些贯从的禽类为主食 所以我们在食物上 我当时想的就是以禽类的食物为主 然后辅佐一些像羊的脆骨 包括一些兔的尸体这些 然后发现这母的怀孕了 见着交配以后 发现这母的一天一天肚子大起来了 然后09年的时候 三月份 突然有一天发现这母的 在那个树桩后面就没出来 就每天放那食物也没吃 水就每天换 也不进就打扰它 但是听见嘶嘶嘶叫 然后第二天这母的 叼了一个小猫出来 就叼了那小猫脖子 在屋子里溜的 就看发现就生了 生了以后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直接进去了 为了保证就是说能观察到这小猫 就后来让这母的熟悉嘛 让它们熟悉先开始就把自己工作服啊 什么工作鞋啊 就全挂到这个宁猫够不着的这个手舍里面 就让它手有气味 而且那个时候每天几乎工作服 我就不再换新的 这个一个多月基本就这一身 脏了也不换 当时那只小宝宝成活了以后 也是国内动物园里边养鸣猫首次 因为原来有动物园养过 但是都没有繁殖过 那只是首次 杨逸不光管动物的生 也要管它们的死 在北京动物园工作了20年 有不少动物都是杨逸给送的中 第一个饲养的动物死了的 猴子老了 寿中正寝 你包括北京动物园 最后一只云豹老死的 我给送的中 这个最后一只老的扫尾猴猪死的 我给送的中 你看我一说这些全都是中国本土动物 这我一说很多动物园 动物爱好者都眼睛都亮 荒猫猫 最后一只死的 我给送的中 你说你说这个这些动物 你到现在你想找 你都找不到 特别特别稀少 其实到那种情况 你就知道 因为它们已经很老了 牙齿都甚至都没了 然后就是这个心肺功能脏气衰竭死的 其实那时候就觉得 哎呀挺可惜的 特别可惜 是不是我没照顾好 但是你转练一想 它寿命就12年 在你手里边 它又多活了6年 它18岁才死的 相当于人都快200岁了 你觉得你挺对得起它的 杨毅介绍说 国际上的动物园之间 一般会有比较密切的合作 动物园之间会协调 调配动物 一来可以在交配的时候 保证不是近亲繁殖 二来也可以避免 再去从野外去捕捉 为这些动物的保育 和将来放规自然提供条件 那相比之下 中国的动物园还比较各自为正 中国的动物园 现在都是各种弊端 然后基本上都是说 闭门造车 我各玩我的 几乎是很少有互相的调配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的动物园 动物种数和种群数量 是慢慢逐年减少的 因为大家更热衷于这些 我们叫做大路货 比比谁家长路多 比比谁家狮子多 比比谁家老虎多 比比谁家大象多 其实真正要关注的是 这些本土动物 但是为什么没人关注本土动物 或者说近两年 才刚刚开始关注本土动物 因为本土动物太不起眼了 公众不认识 公众不喜欢 你看这个游客一来 师傅 长颅鹿在哪 师傅 大狮子大老虎在哪 他关注的是这些 你很少有游客会问你 师傅 金猫在哪 师傅 荒漠猫在哪 师傅 藏元陵在哪 公众根本就不知道 还有这种动物 其实我刚才说 这些小型动物 我们看着都不起 但都是中国 甚至说有一些动物 只有中国才有 我们真正叫做珍惜动物 所以大家的趋势 都是什么动物大 就觉得什么动物好 其实是这样 其实不是 你又占资源 而且这些动物 都完全不是你本土的动物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是不太喜欢动物园的 我总觉得 动物园是动物的监狱 动物不应该被囚禁 在那么小的空间里生活 杨毅说 作为一个动物园人 他其实也不希望 动物园存在 最好动物都能在 自然环境下生活成长 但实际的情况是 人类已经侵入了 每一块动物的栖息地 越来越多的动物 被列入宾危 那这时候 动物园必须承担起 保育和科研的任务 也要通过科普教育 让大众更关注动物 即便我们生活在 这个大城市 你不是一个动物管理员 你不在动物园工作 你在一个CBD 高楼大厦里边 你天天 你是一白脸 朝九晚五 然后每天要看 老板的脸色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也不要忽略 你身边的动物 其实你觉得你难 动物在这种环境下 生存它比你还难 动物的适应性 要比人要强得多 你像一些红笋 它能够在这个CBD 这个大玻璃 这个墙角 它都能够筑巢 高楼大厦中间 穿梭寻找食物 那么一个黄鼠狼 有可能在一个地下车库里 就能够生自己的宝宝 甚至刺猬在一个 全市高楼大厦 中间一个接近花园里边 就能够寻找到食物 但是我觉得 人除了他的智慧 在进化了以外 他其实的生存能力 远远不激动 然后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也需要记住一点 就是有可能 我们是外来者 他们是这本土的居民 我们在自己 力所能力的范围之中 我们尽量不要打扰他们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数的 声音节目 故事爱饭 我是主乖哲 本期节目由我制作 声音设计 孙泽宇 另外也要感谢王轩 把杨逸介绍给我认识 如果你是故事爱饭的 忠实粉丝 每次听完故事 随手转发一下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